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力量 然后祝福这高相彼大哥 我相信会有期间 我希望他拍歌可以 这次平安度过这次的意外 高大哥你等一下加油 66岁金曲歌王高相彭 19日却惊传他日前回家途中 跌倒陷入昏迷 目前人在加护病房抢救中 由于脑部缺氧多时 只21日已昏迷第6天 不过昨日亲友传来好消息 表示高相彭对痛绝有反应 期盼各界为他集气祝福 艺人方顺吉 景文陈灵轩 接受中时新闻网电访 都期盼会有奇迹出现 第一时间知道高相彭大哥 他因为跌倒 然后进入加护病房的时候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周遭 我们比较常跟他 私下有聚会的朋友 然后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地紧张担心 那也一直默默地在替他祈祷 因为当下我跟这些朋友们 都很想要赶快去探视他 然后也一直在打听说 在哪一家医院 或者说加护病房 跟高大哥平常私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满常一起去做公益活动 那我们的公益活动呢 也都没有很宗教 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都会去 所以在因为做公益活动 然后跟高大哥也是建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友情 然后所以我们私下也会一起做直播 或者说吃饭聚会等等 还蛮惊讶的 因为平常大家都会FB打比赛 然后就是突然觉得说 我昏迷并想说可能一两天 可能一两天就会醒过来了 可是到大家的新闻一直在播到第五天 第六天还是会不会不行 就开始会担心吧 然后现在最担心的是说 担心他脑部也没有浴血 然后心脏也没有回避 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现在大家都 也是希望做这个小意外 然后他可以赶快清醒过来这样 我很心讶 因为我知道的他就是很养生 然后身体很好 然后很开朗 然后因为他就是很多时候 自律于拼朴族的语言跟文化 他希望就是可以让很多人都学会 就是拼朴族的语言 所以他逢人就会说 你也要说拼朴族什么话 我就觉得我对他的印象 真的就是很开朗的人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关你这件事情 其实我第一时间知道很难过 我有传讯给他帮他加油 可是因为都没有以赌 我想他的家人应该 也没有看到 那现在就是 我觉得直接综合众人的力量 就是给他体育 给他祝福 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力量非常强大 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非常地希望我们的高香彤大哥 我们亲爱的老大哥能够早日康复 早日清醒 能够跟我们一起 然后再聚会一起做公益活动 高大哥你一定要加油 希望大开哥可以这次平安度过这一次的意外 然后我们所有这些后辈都会等着他 看有没有在机会一起上终于节目这样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的力量 然后祝福高香彤大哥早日康复 然后赶快清醒 我相信会有奇迹 然后也谢谢大家为高大哥集气